Lanana山 Lanana山太美了 每一次來我都有不同的感受 尤其是這邊的巨木 在這裡呢 我可以得到很多靈感跟啟發 我要把這些巨木畫成一張大花 把它揪起来 它不只是一张画 它是大地的生命 不是非凡 无法成就经典 不是经典 无法成就永恒 这是画家 吴列伟 创作《瑰宝山水星座巨木森林》的 最佳写照 拉拉山的红柜林 是全世界 目前只有三个地方有这个 我们台湾是其中一个 我们拥有那么珍贵的天然资源 应该要好好保护下来 它走进拉拉山写故事 为台湾徒弟留下记录 让后代子孙 见证台湾巨木森林的美 这是无价的宝藏与生命力的结合 那之前来写生的时候都是小画 所以我这一次回去之后呢 把这些资料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把它创作成一幅 192公分乘上510公分的巨画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它与拉拉山这片美丽的山水 有着难得的缘分 到底如何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从广东美术学院回来 我開始做這個 山水化教學課程的時候 荷葉啊 是不是已經枯萎了 做做做爸爸 所以中國化的厲害在這裡 他透過線條可以表現 我開始帶學生出門去學生 我第一個選的地方 就是拉拉三軍 這個開始畫這個題目之後呢 也就是我對它更深入的一個認識跟了解 一直到後來我2008年 就是我念台灣藝術大學 書畫系研究所的時候 要論文題綱 我就選定 以拉拉山大汗是學醫院來醫院 作為我碩士論文的題材 可是呢 當時來講 以台灣本島這個劇目作作這個論文題材的 我應該是台藝大第一個 所以我在上網去查指相關資料的時候 查不到 完全沒資料可以查 所以我一切要從頭來靠自己去弄 也就是定義 我對拉拉山劇目到整個大安西流域這一代呢 我有非常清楚的認識跟了解 整個拉拉山的紅快林是全世界 目前只有三個地方有這個 我們台灣是其中一個 我們擁有那麼珍貴的天然資源 應該要好好保護下來 那邊也是水源地 也是自然生態區 我們留給後代什麼東西 珍貴的天然資源才是最重要的 那邊有超過三十顆的劇目 我如果不去 我怎麼去領受感受到這種劇目的一個大 這是從電視裡面或是從照片裡面 完全沒辦法去提感受的 那到這裡面我從寫生 收集資料到做靈相的觀察跟研究 回來以後還要做草圖 然後我要再把它詮釋出來的時候 我要考慮的是構圖 這個構圖能夠把拉拉山巨木森林裡面的這個感覺 把我這去的那種感覺 整個表達出來 這裡面牽涉一個就是 你的構圖要眼觀其視盡起其職 就要做人家裏面了 就要做人家裏面了 這個感覺 就要做人家裏面了 就可以了 看到你 在說明貴的小型 吴烈威老师 从小在绘画上就展露天分 因为热情与坚持 走上了艺术创作的人生 我们来听听他的人生故事 小时候我住的地方 在一个中立心理学院那里 因为喜欢画画就常常去看人家 画招牌看板 画戏言招牌看板 然后在那边参看又越来越有兴趣 可是小时候就是涂鸦而已啦 就这样涂鸦 也没有说什么东西 也没有想到什么东西 就是喜欢 那后来学校的时候就 我的老师就觉得我蛮有画画天分的 那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要我代表 去找学校去参加全桃园县的写生比赛 印象很深刻是 我们那一次一共有15个人 浩浩浩浩浩 就我唯一的一个得奖 然后你可以想象 我们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乡下学校 当我上台领奖那一刹那 那真的是我从此变成我们地方上的明星了 全校人都知道了嘛 然后回到班上以后呢 所有同学掌声鼓励就说 哎呀我们班出了一个画家 好 我们班出了一个画家 这句话 就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里 第二位老师他对水彩的那个 下过很深的功夫 也常常在我们桃园的学生美展 全国的学生美展当中 常常获得很好的成绩 这样子一个基本的画水彩的功夫 就练就了他后来走入水墨写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本 那大笔有这个好处就是 我可以一笔把荷叶画完 那他这个因为有光影关系 他会形成凹凸 逆风带转笔 肩上来 酷河的感知出来了 穿在后面穿越 一定要在后面穿越 形成什么呢 前后空间 我现在画这个鸟 可是这个鸟一定跟这个画要互动 要互动 看着它 对 他在看着它 那才有意思 人生总有些事情是充满着启发 一个偶然机会让吴老师发现 自己在创作领域似乎还缺少了什么 在太太的支持下 资深前往中国进修 当你从事一个艺术创作的时候 你大概每隔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自己潜移继承 你可能会了都教了 最后你发现你没有东西要教学甚至 我觉得我感触最深的一次是 大概是在199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学生 他是 退休了老兵 他回家乡 他到那时候两岸开放太清 他就到黄山去玩 他回来就画了一张 黄山飞来死的作品 给我看 他请我指证 我那时候傻眼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改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学生 因为我没去过 那我不敢 我就很坦白跟他讲说 老师没去过这地方 我不会改你的话 在明朝 其实这句话 是从明朝这个 我们讲这个 董奇藏先生留下来讲 一个很有名的句话 就是 读万见书 行万里路 所有艺术的养分 他必须经过时间的积累 跟经验的增加 你才能够更宏观的 去创作你的作品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 行遍天下 我开始做我每年固定 两次的一个旅行写生计划 我的一个学长 从广州美术学院回来 他告诉我这个资讯 然后那一年应该是 1996年的事情 那我就跟着他到 广州美术学院去参观 那去参观的时候呢 我就突然发现说 诶 他们学校有一个课程 叫做山水专业这个课程 那课程跟台湾美术学院上的 完全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哪里不同呢 他是强调写生 我们台湾也有写生课 可是自己出去 不是像中国大陆他们那个 学校是学校排定的课程 每年春秋两季一定要出门 然后所有的创作作品 都是根据在写生中 收集的资料体验而来 然后再创作 所以这个就开始吸引我 那所以后来跟我太太商量以后呢 因为他那个班呢 研修班呢 就一年而已 那我觉得可以去试试 那中间当然很辛苦 包括到他到大陆去读书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过去 那在台湾走这条路 真的非常辛苦不容易 那我也没有办法帮他太多 我只能说在背后 那尽量把家里顾好 让他没有太多的顾虑 去画他的画这样子 1997年的我记得很清楚 炎月10号那天 我上了云南的丽江的玉龙雪山 零下山渡 我在山上雪地里面做画 我那天我带了一瓶 56度的二锅头上去了 那张图还没画完 我酒已经喝掉了 最后图也没画完赶快下山了 因为太冷了受不了 我们知道丽江山渡 我们走路可能没有问题 可是你坐着不动就出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走艺术的这条路 是充满看磕与艰辛的 他走过广州 走过黄山 走过云南 甚至走进艰苦的黄土高原写生 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到现场去写生呢 因为他知道只有亲身经历与体验 才能将眼前的美景画出自己的风格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精进 在山水绘画艺术上的成就 吴烈为老师 他在创作上这么努力这么坚持 他的老师与同学们是怎么看的呢 到云南那边写生 那时候我们那一个团队 就是大家一起上了玉龙雪山 还有跑了一些像菩萨黑 像这些地方 还有九龙瀑布 所以那个时候认识吴老师 那在写生过程之中 我就发觉吴老师带着学生很认真的 在教导学生写生 然后他自己也很认真的在写生 有的时候写生都忘记吃饭了 在广州美院的课程里面 他们必须要临摹古画 他临摹古画的话 这个临摹古画就是临摹谁呢 临摹北宋的这些大家 比如说他临摹礼堂的万货松丰图 临摹这个郭西的早春图 他们其实在那个时代 他们的绘画有这么大的成就 他们就是写生 我们常常讲写生 它不是一个写井而已 写生那个生字很重要 就是要画出它生意 有生命意义 有生气的地方 如果它是等于画的话 你就拍照片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怎么样在风景当中 截取最美的地方 用你最简洁 而且集中的方式把它传达出来 像有一次他跟我们到黄山去写生 他还是会想到 我来表现另外不同的 比如说是石涛或是建江 或是某一位名家的一个构想 以名家的一个方貌来重新显示 他现在所看到的黄山 所以这情形下看起来 他在艺术创作上有很多元的想法 就变得非常灵活 当然看到了大陆有另外不同的风格 有些老师的面貌 在创作和绘画的面貌 跟台湾可能有点不一样 所以他接受了一次 在等于在传统中国绘画上 到广西去接受了一次 新的一个洗礼 可是他到广州回来以后 还是不忘怀疑继续在自己进修 因此又回到了台义大 就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书画系 来进修他的水墨画 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煎熬 他的努力也被看到了 所以他后来就顺利进入了寿司班 在寿司进修这段时间 除了绘画之外 不断到外面去写声 同时在理论上的追求也是不以利 这个江南画派都是最有名的 我们也有看到这里面孕育多少 后面的人才 我跟你讲 梅青红人到石涛 这四个和尚 到后面的近代名家 影响最深的张大千 可是如果说你看张大千画的 这个玉瓶头这一张图 很明显看他是参考梅青来的 2017年的时候 我又再次放下一切事业工作 我资深到西安去 我为什么选择西安 西安就是属于 过去来讲叫长安 也就是黄埔高原 这个景象跟我们台湾 完全是天南地北的一个不同 好 那你不去 你就不了解长安画派 你就不了解黄土画派 你也不知道住在窑洞 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 好 那所以我两年时间去足迹 我去到整个黄土高原去探索 去写声去看 这孤独是创作者必然要面对的 可是他还是爱得住 他还是能够到西安美院 画了很多张大画 也是到附近到处去写声 我想这是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 在绘画有很丰沛的一个支援 那么这是我们看得到他在绘画上 第一个很明显的又坚强的意志力 那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对画不是很懂 但是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他的心境 他想要找出一个比较独特自我的画风 其实这个对画画的人来讲 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还有现实的问题 可能会考量到说 还是要赚钱嘛 所以这个转变 我会觉得说他有时候 因为现实考量 因为偏向比较商业化 但是他有一份 对艺术有一份执着 但是他还是都会抓回来 所以到现在这个画风 其实跟他以前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吴老师在这个广州美院的时候 因为由临摹古画打下根基 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训练 跟写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他慢慢由这个写声之中 形成了他现在的这个风格 吴老师在经过了三四十年的那种锻炼 他已经能够如火纯青的去截取自然中 他认为最美的部分 然后把这些最美的部分 透过他手底下的水墨功夫 把它呈现出来 这个是艺术家的责任 也是考验艺术家的功夫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真的是启发很大 独外建出 行外离路 尽管他在这一路上曾经困顿曾经挫折 但他仍坚持创作 如今他终于获得肯定 以台湾瑰宝山水系列的大画创作 创作出台湾独一无二的守护巨木森林 围载福尔摩沙等大画 获得学界与艺术界的认可与成就 我在谈这个吴老师的绘画的时候 他今天有这样的成就 其实也就是遵循这些大画家的脚步 他当然他甚至跑到这个大陆各地 尤其是太阳山 太阳山他去了很多次 他很早就去太阳山写生了 可能他去太阳山写生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台湾几乎没有人到太阳山写生 当然我之后也是跟随他的脚步 我也带了学生到了太阳山写生 在这个画画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何从拍照里面跳脱出来 而他把早期的水产跟后来的水末做了一些结合 然后去尝试做大画的表现 这一点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比较难得的是吴老师 他山水花鸟尤其是书法 可以说书法兼背 他已经从山水的观察体悟中 建过成为自己在构图上 有自己的独特的面貌 从山水花鸟尽 我去过拉拉山 可是我们要走一段路 才能看到一颗神木 然后还要再走一段路 才能够看到另外一颗神木 对不对 可是在这里 我们却可以把很多很多的神木 它每一颗神木的姿态 它都表现出来了 那我看了这幅图 感觉上好像 我又重回拉拉山 它所有的神木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你身在其中 感受云雾缭绕 小桥流水 然后整个银器的表达来讲 还有人如点景方面来讲 寸托出这个巨大的东西 很壮观 很气腹磅礴 我们看到了吴老师的作品当中 其实面对了很多山川风景 来进行写生 一般我们看到的山川风景 所呈现出来的 并不是自然山川风景的再现 而是可以看得到画家本身 内心所呈现出来的感 对山川风景上面的感动 在这一次的作品展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藏六的作品相当的宏伟跟壮观 不仅看得到吴老师 他在作品的内容 跟主题上面呈现了 物景 情景 还有意境 那一般我们到了 外地所看到的风景 其实都是所谓的山川景致的写生 都是属于物景 但是我们从在这作品当中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吴老师丰富的人生 所呈现出来的情景 最让人家感动的 就是看到吴老师创作的过程当中 内心意识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意境 生命的过程在于创造 不论收获就是最大的收获 我是圣竹如 邀请您走进吴列伟的大化世界 一起见证台湾的美 解释了 这一看到你 哪里是不 autor的 是什么 我们从上面 你说这词 这个 是什么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